主席 局長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媒體先生 女士 麻煩請局長 請養局長 洪委員 您好 局長好 局長您搬家了 這個週末 這個週末 恭喜 愛手贏壓腾 是心虛搬家嗎 當然不是 這個火大搬家 也不是 為什麼搬家 因為那個房子問題很多 問題很多 而且豈有此理 所有電費花這麼多 明明白白前面好幾任通通都是這樣 為什麼唯獨到我這邊說來 特意的來擴大這個事情 第一個時間 第一次的報導 指使我新聞局長 為什麼 你有沒有問這原因 我想這是媒體的報導 跟有部分的這個誤解 那我們 為什麼媒體會有這個報導 因為的的確確他的電費 是超乎一般的 為什麼別人超過的時候不報導 就報導你 大概之前沒有注意到 不是看你太討厭 你表現太好 是不是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還是不錯的啦 因為今天 一個有風骨的學者 從政 你們在外界對我任何的質疑 明明不是這樣 你故意說這樣 我活大了 其實我覺得活大也沒什麼不好 我活大了 從此又連我手機費 什麼費 越洋電話通通自己付 當然是有點矫枉過正了 不會這樣子了 過正總比啊 那個死皮賴臉的人要好 明明不合法 明明有問題 明明社會有爭議 我說不搬就不搬 我說不猜就不猜 總比那個要好 要好太多太多了 就有風格的人啊 是活大 要是我你 我就是活大 我活大我就搬家 不是心虛的問題 不是用這個做借口 我支持你了 雖然覺得有點有點這個 有點不值 可是我還是支持你這樣一個做法 只是好在你是末代局長啊 否則以後人家局長怎麼辦 都跟著你學 那不是很衰嗎 不會不會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房子 它持續的問題也許還很複雜 那繼續住不確定說 是不是還會有一些其他因素存在 好 我們這個問題到此為止啊 謝謝 這個也也也確實了 可是這個複雜不是從你開始了 已經複雜很久了 從現在沒有人去管了 那麼現在您確定這個 你口頭說行政院本部 預定在1月1號 明年1月1號 就要施行 那麼你新聞局就要開始解體了嗎 明年1月1號 新聞局分為三個部分 會到三個部會 我知道你三個部分 你現在都是五二一號 行政院本部 雖然1月1號 但它只有成立部分的機構 像是婦女平權處 我現在只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新聞局 它不會在1月1號開始解體 不會 預計明年5月20號 那就要講得很清楚啊 是 新聞局的這些朋友 要要這個話可能要聽清楚啊 我們有 不是1月1號解體 你們從5月20號開始 才分到各個不同的單位去啊 是的 不過裡面有一個啊 有一個地方啊 我看你知之未提 人家有的到行政院 有的到文化部 有的到外交部 這個外交部 是不是 但有一個地方 地方新聞處去哪裡 地方新聞處也分兩個部分 分別到這個文化部 其實我覺得新聞處可以取消掉來 一點作用都沒有 我已經講罵過好多次了 不要講罵過好多次 指出好多次 好多年了啊 今生以後這幾年完全 幾乎完全沒有功能 每次預算 只會拜託委員手下留情而已 我沒有看到什麼表現啊 呃 地方新聞處其實在就是 我們跟地方的這些 呃 記者 呃 這個電台的這個聯繫上啊 是嗎 在地方的新聞的宣傳上 是有那個那個 局長你再了解一下 我希望這樣 基層宣傳啊 書面說 事實提供民眾巴巴重建訊息 及振興當地觀光產業 基層宣傳只是這樣嗎 而且以前我問過好多次 收集 語情是靠置工 這什麼成效 我在在在在你 在跟你講一件事 你回去查一下 該處網站公布的地方 語情收集跟處理 最新一筆資料 日期最新一筆 今年的九月七號 雲林縣 然後是八月三十一號 彰化縣 然後你繼續往裡面 點個縣市看 基隆 新北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 掛林 桃園縣兩筆 嘉義縣是六筆 澎湖三筆 宜蘭縣五筆 台東七筆 其他大概都十十筆到十五筆左右 但有幾個家還掛林的 所以 還有更好笑的一個是 今年三月九號 屏東 有個新聞提要 屏東縣農民表示 政府推動早期省 省水灌溉計畫 並透過農田水利會協助推廣 農民可獲相關灌溉措施 安裝費的四十九百分比補助 為十四多年 農民大都不知有此政策 建議主管機關加強宣導 這是你們的新聞提要 屏東的 後面寫 處理情形 一字部落完全一樣 新聞提要跟處理情形 是一模一樣 所以 地方新聞處到底在幹什麼 你管的事情太多了 你沒辦法管到地方新聞處 我是提出來再一次檢討 因為我不知道以後到哪裡去 我也不曉得 但以後到哪裡去 我們再持續追蹤 另外我們知道 這個新聞局今年 其實是 新聞局是國家很重要的窗口 其實增加一點預算 是應該的 是要支持的 也不忍心刪減 更換也 增加了也不多 還有認為說 很多錢都沒有增加 反而是變少了 可是我們基於監督 還是有很多問題 必須要說出來 雖然有些問題其實不是您來了 也不是這個 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是所謂的 我都不好意思講 前朝留下的問題 可是我們認為 還是要說清楚 新聞局馬上要打烊了 為什麼這麼高的決算 這個稅出保留數 辦理保留項目共40項 你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比較快點好不好 是 第一個是情有可原 說因為那個合約期程 跨年度辦理保留 第二個呢 很多項目是 執行進度 遲延 或是民眾抗爭 所以經費保留 多年沒有執行 這個你要怎麼處理 有沒有人謀不張 有沒有檢討 要不要繼續執行 96年度還要執行幾個 什麼加入聯合國宣傳啊 什麼強化政策宣導 整體施政傳播專案啊 什麼清查不當膽 膽產啊 什麼都用了什麼 用的是其他機關的經費 結果經審計部認定 設有違反預算法 相關規定 上代釐清 未能核銷 以前我就問過石雅萍局長 我說是不是要把這些 這些有問題的 這些官員都要找出來 要好好處分一下 你怎麼 你怎麼要做這種事情 然後明明違反預算法 然後明明就是不可以 找到現在 沒有辦法核銷 你怎麼辦 結果局長說 哎呀沒辦法 人在那個時候官員 原諒一下 官員人在矮言下 不得不低頭 公務員吃這個飯啊 有沒有辦法了 現在打烊了 那這個錢要找誰算呢 啊 局長 是 怎麼辦 這個我們盡力來處理這個 這些問題 盡力來處理這個事 這個事情其實監察院 在99年2月10號 對於你們 對新聞局提出糾正 是要積極檢討改進 可是現在的新聞局 跟以前做這些事情的新聞局 是不一樣的新聞局的人 怎麼檢討改進啊 怎麼處理啊 走路歷史了 新聞局明天走路歷史啊 你都沒有辦法合銷了 還是沒辦法合銷啊 就四個字叫做不了了之了 為什麼今天我要講這話 其實今天我們審查今年預算 跟以前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 白指黑刺 留下歷史記錄 誰幹的事 誰要清楚明白的 否則 誰負責 無人負責 罪群嗎 我們留下歷史記錄 啊 還有一樣的 歷年累積的税入保留數 罰金罰還金額不低 啊這個 可能我們要跟局長說了 您在打羊前 可以清理多少罰還的案件啊 99年度是超收喔 績銷不錯喔 這個就是要來問你 包括我們現在同仁的努力了啊 90年到99年度 税入保留數 90年到99年喔 税入保留數從90年開始喔 3498萬8千 其中罰金罰還1945000 佔一半以上 等於佔了所有的是55.52啊 那麼結果您進101年度 你只税入只邊4100萬 比100年度只增加29.6萬 其實太可惜了 這表示您不想去收罰款罰還是不是 我們努力 這要努力喔 是不是 人家違法的你要去收啊 是 對以前的錢沒辦法合銷 那是因為違法亂記 那現在是你不收回來 你就沒有善盡職責 這不可以喔 是的 那麼電影文化中心的問題太多了 我實在來不及講 我知道 有些事情是年年講天天講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特別提到一個是 這個是指的是公事 也是年年講 預算中心也指出 補助辦理數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台計劃 沒有審慎評估規劃 以至執行進度延宕 顯有督導不利之處 這個缺失 執行的缺失呢 他說計劃為審慎評估 規劃 選定站台建置據點 為預先與相關機關進行溝通協調 以至延宕進度 第二 未落實計劃進度的管控 所以預算執行嚴重落後 所以 我不知道新聞局 是否完全按照基金 公事基金會提供一個 量測數據作為 建站的依據 跟績效的評估目標 是不是他送來我們就做什麼呢 如果說對公事的計劃 你完全照單全說的話 其實公事的執行力是有問題的 我們舉個例子 建站地點 你是不是適合 你是不是要跟地方去協調溝通 照說都應該做 原來的規劃的建站地點 有的地方是與法不合 而變更建置地點 你說像五指新竹五指三建案 還有這個台南的這個 台南站建這個 一樣也是一樣建置案等 所以因為居民抗政而提供的 叫花蓮五賀戰建 這個這個建置案 也是一樣 延旦到現在 所以你的決算呢 通通都保留 都保留 是不是這個到底應該誰負責啊 應該誰負責 公事負責還是新聞局負責 還是兩個都要負責 依照現有的公事法 其實對於他提出來的相關的計劃 我們是進行 就是說 在書面上的程序上的這個審核 我常常講 但是實際執行上 其實我們還是尊重 尊重公事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出來了 你今天一百 一零一年度 你又要捐助公事 辦理高畫質數位無線電視 東部 東部佔建置 七千五百萬元 這個我很擔心 又重刀覆策 對不對 重刀覆策以後 監察院也好 神技部要糾正都是你 都是新聞局 當然我想新聞局長 以你的行事風格 你不應該說管他的 反正我是末代新聞局長 我不管了 所以這個 不管怎麼樣 你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大家都要 都要特別重視的 而且你鼓勵 製作優質電視節目 補助公事 及國內產業 電視產業 是七億八千三百八十四點四萬 我們不知道在這個 這些錢裡面 公事又佔了多少錢 你優質與否才來頻段 所以公事 並不只是捐助那個九億啊 每年還编了很多錢給他 所以我們也要 善盡點社會責任啊 所以包括公事 第四届 第三届的時候 董事還可以去接案子 第四届做董事 因為說利益迴避 不可以了 可是這個案子 聽說只做了一集 這個到底怎麼結案呢 也沒有結案 那麼到現在 公事還是標榜獨立自主 當然現在公事 我今天講的這個話 不是針對現在的公事 董事長或總經理 因為全部重新換了 我們現在只要提醒各位 以前曾經犯過這樣的一個錯誤 公事都標榜獨立自主 如果公事自己 沒有辦法自我管理 只是標榜獨立自主 這個結果啊 你還包括負責華視營運呢 因為你是華視大股東哦 你還負責他的營運呢 所以我們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以前呢 講的太多了 中華電視年年虧損 在以前 董事長可以沒有經過董事會 一定連續兩年分別合給總經理 近百萬的這個績效 我想現在的公事跟華視董事長 應該不會這個樣子了吧 這也以前的啊 鄭同僚跟陳正然 我直接講出來 這也是以前的 我現在講以前的歷史 是希望現在的 我們不能夠再犯 這樣的一個錯誤 不管公事你將來 到底是到了文化部誰管 我現在還擔心一件事情 局長 公事將來是可能是 歸屬到文化部去了 是不是 他是獨立自主 現在新聞局還有很多同仁 對公事的運作 華視非常清楚 可是等到你新聞局一解體以後啊 文化部沒有人懂啊 他們會伴隨的業務前往文化部 伴什麼 伴隨的業務 我們基本上 伴隨業務 對 業務到文化部 人跟預算是跟著業務 希望那個人啊 是 還是懂得這個事情啊 是的 所以還是懂啊 你否則寡了半天 華視也好 是說是要電視王國 就是什麼 器具王國 通通都是變成什麼 這是以前 這個董事長哦 陳勝夫講的 簡直是一塌糊塗 交接沒有交接 交接搞得不清楚 是一塌糊塗 不要說 華視近年幾乎沒有自制戲劇 陳振然任內緊縮節目 製作經費 八點檔全靠買韓劇跟大陸劇 導致華視在市場上毫無競爭力 也讓台灣從戲劇輸出大國 變成敬培莫作的購買國 所以我們希望現在啊 這公視的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 特別注意啊 特別注意啊 這個以後還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不要變成一個戲劇節目的一個購買國啊 輸入的 那麼我們覺得像這種啊 提振公視跟華視的士氣 提高節目的自制率跟節目的品質啊 公視的董事長跟董事們啊 真是來來去去啊 像以前這樣子 有的我們不知道怎麼說啊 那麼等到我們要指責的時候 這些人擺出受迫害者 被政治迫害這個姿態 那個不管是糾正文 監察人糾正文也好 也不細節清楚是哪一個人 哪一個董事的時候的違法亂記 我覺得這通通都是要注意的啊 還有國家資料館館長 你新來的館長 當然我們覺得比以前表現要好啊 要好多了 可是問題啊 是還有人在網站上還有人提哦 到底你這個國家電影資料館 是政府的還是民間的 人家對你都懷疑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點閱發現了 你我上次講過 跟香港的電影資料館 比較我們資料非常非常的少 點進去還是空白的 人家的資料館不僅介紹 而且內容架構很清楚很豐富 就我們昨天還點進去哦 影評專欄裡面 一周電影記事資料零 廣長瓶界六部啊 專題評論也是零 所以我們再講 主席已經站起來 我再講一下 梅芳女士從以45年老牌實力的演員 2008年榮獲金馬最佳女配角的肯定 女演員黨中沒有她的資料 李烈電影工作者肯定的李烈 沒有她的資料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翻滾八信 是李烈監製林玉群指導 可是導演林玉群的資料當中 知字未提 因為她檔案只到2009年 我都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這個主席也站在這邊 再問下去 我顯得我也是好像這個臉皮很厚哈 其實還有很多太多我們主筆來 來說 還有用人問題 公事也好 中央社也好 中央社在擦全朝人的 我不好講的不好聽的話 叫做收爛攤子 公事如果人是在無限上綱的一直發展 中央社人去以後還留下一百多個新招的記者 要叫這些新來人如何處理 真的任重道遠啊 我只能這樣講 沒辦法請你們上來回答問題了 請大家互相鼓勵 提振士氣 繼續努力創造紀錄 謝謝大家 謝謝 做得不好我們等一下就刪他預算 謝謝委員 請支持預算 做得不好就刪等一下做不好的就刪預算